很多醫生慢慢積累的經驗 分享經驗 原來時間短一點會更好的效果 令它不要那麼快 如果時間短得太長 它那個淺層的黑色素打了一層 深層的你都沒有消滅的時候 它慢慢就生出來 變成效果就沒有那麼顯存那麼快 還有什麼疑問? 其實如果譬如說 平時可能做不完這些 仲生是否需要敷一些 譬如說美白面膜或者去翻 都有作用的 因為黑色素的再生 其實都是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 平時的護理裡面 用一些含有維他命C 或者含有一些 叫抑制黑色素成分的一些臉霜 其實都有幫助的 都好 嗯 其實有大粒有細粒之分 就是看臉上的 其實首先清除的 會是大粒大範圍一些 還是細範圍一些的? 其實應該我們用一個 叫深層淺層的概念 多於看大小 因為看大小我們是 好像眼睛 垂直看上去的 但如果我們用一個橫切面看 其實看色素是深淺 光永遠是射下去淺層 清除淺層先的 那要慢慢一層一層 好像羊衝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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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取下了最深層 這樣便會較為淺層 清除了之後 其實最緊要大家 就是要做更多保護和保養 那但是即使我們做更多保護和保養 那個斑法的機會大嗎 看不同的各樣的色素斑 因為剛才Treece做過的只是雀斑 雀斑的原因就是曬太陽 如果我們捉住這個特點 如果我們不曬太陽的時候 小心去保護防曬 塗到度數高一點 塗次數頻密一點 有些人會塗防曬 早上塗一層 直到晚上以為這樣保護 其實不是的 防曬通常大家三至四個小時就沒有了 無論度數很高都沒有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規律要補 第一個要補護的意識要強 第二看哪種色素斑 如果是先天性的 通常不會翻翻 穿斑當然曬一層會翻翻 第三種我們叫寒耀紅斑 因為寒耀紅斑跟環境因素 或者跟體內的因素 和紫外線照射的因素都有關係 如果這些因素都形成了 其實也會有法律機會 如果在那種情況下 我們通常會見面客人 說你做完一個療程 當滿意那些班去到 你要記得要維護 定期內部總要做一次 抑制黑色素不要再散出 這就是預防 因為未有之前已經要做這個療程 嗯 還有剛剛醫生聽 醫生你說 譬如剛剛做完的皮膚是很敏感 如果是這麼敏感的時候 譬如說如果一曬到陽光 會更加嚴重呢 這個情況 其實這個未必的 未必是做完之後 一曬到太陽之後的色素更多 未必一定會出現這種情況 但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 無論曬的太陽有好 那個綜合激光有好 皮膚呢 對紫外線是很敏感的 所以我們會 更加要小心去保護 在這個階段 在七到十日裏面 用防曬 或者真的要去很強烈的太陽下 那個保護色要更強 嗯 未必說一用曬太陽之後 黑暗暗暗的字 未必的 嗯 其實為甚麼呢 通常我們的雀班 有些是中國人 我們出雀班 都是會出在面上的 身體可能就比較少些 為甚麼我們的面 特別容易出雀班 因為面是接受陽光 最外露的位置 你的身體 你會穿件衣服 蓋著或者太陽 不是直接曬入身體 我們曬的面是最多的 所以永遠 色素班是面部 最容易出雀 無論是雀班 還是其他班 而且是拳骨 這些位是最容易 這些位是最外露 最容易接受 就知道外線的時間 機會是最多的 好 所以我們那個面臨 可以穿衣服 最多都是大衣服 最重要是做防曬 是的 但以澳門的情況 陽光照射程度 通常如果看報告 可能是不會太高的 一般或是中等 我們應該怎樣去塗這個防曬 選幾多度 一般我們要求 不要低於25度 因為25度 它能夠阻擋紫外線 高於25度或25度以上 已經可以阻擋紫外線 超過百至九十多 但如果你說 我是在暴散的情況下 我們要建議 你36度甚至50度以上去塗 一般情況下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的護理 其實25度都很足夠 已經達到九十多巴仙了 但需不需要隔幾個小時 正常來說 有些醫生做測試 其實這個防曬 25度的基礎 三個小時後 或者四個小時後 它的紫外線的左膽 已經開始降低 降低到一個標準的程度 所以如果你為了有效地去保護 其實三到四個小時後 你應該要多加一次 即是沒有一次 當然如果你不會在一個 紫外線很強的情況下 未必需要的 如果你出家要曬太陽 那你會建議你多多一次 那有時防曬會很油 如果那麼密 那一次會不會阻塞皮膚毛孔 其實是會的 有些度數越高 防曬就越油 所以挑選防曬產品 你選擇爽身一點 即是你又不需要 批熱追求很高度數 即是如果當一般的 25度就夠了 相當25度 有一個度數沒有那麼高 它就不會那麼油 但其實每個人的皮膚質地都很不相同 有些人可能就是皮膚比較薄些 有些人比較厚些 其實薄些的皮膚 會不會曬傷的機會是會高些 即是比較容易出斑 其實這個就不一定有很明顯的關係性 但正常情況下我們可以這樣說 薄些的皮膚是很容易出斑 厚些皮膚我們怎樣去描述的 好像那些皮膚是比較油性 那些皮膚比較薄些 那些人會發覺那些皮膚是沒有那麼油斑的 反而那些皮膚比較白些 薄些 好像很敏感的皮膚 它容易出色素斑 主要由於它越是白 它在表皮層的黑色素少 它會阻擋紫外線的能力低 所以變成紫外線入侵就增皮層的機會 而且量很多 所以產生損害大些 就出色素更多 我們經常都說 夏天就會來比較多 有些曬太陽的機會 因為經常游泳會很冷 冬天可能就會少些出外 但其實我們夏天和冬天做的那個防曬 需要不需要有風險 其實都是不會差可以當 如果我是一個護理的習慣來說 其實25度就已經足夠了 那你夏天紫外線強些 你的意識強些 可能你補那個次數要密些 即是你會比較嚴格遵守 或者你在很強的陽光下 你要刻意地把毒素提高些 那會令到保護效果會確定些 那Tracy要乖了吧 人生的指引去保護自己的皮膚 還有記得準時來再做這個療程 可以令到最深層的色素都可以起碼出來 謝謝Tracy 也謝謝鄭先生 謝謝醫生 謝謝 歡迎收看嘉賓嫁到 今天的直播室裡有三位成員 他們就來自這隊樂隊 那就是City Corner 歡迎你們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是City Corner 那為甚麼 我在頒獎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想過要獲獎 所以一喊到我們的名字 但不知道是第三還是第四首 都很早 那時候真的很興奮 我馬上起床 同星期四晚8點15分 無視神話 嘉賓嫁到 只有最新 最精彩的音樂影片 MV時分 英格蘭超級聯賽 阿斯盧對曼城 澳市體育 明天凌晨3時9時直播 首先歡迎站在我身邊 來自科大醫院的陳健成中醫師 陳健先生你好 你好 卡文你好 我們經常都會說到 身體內有五臟六腑 每一樣的器官都要好好保護它 每一樣器官都有它自己本身的功能 不如今天我們說一下有關神 其實神我們很多時候聽 男性對於神很緊張 其實以女性來計 神有甚麼主要作用 中醫認為神是非常重要的 神是為先天之本 所以一切五臟六腑的功能 都是要通過神氣溫教的作用 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那怎樣知道自己的神 究竟是否健康 怎樣知道我們需要補神 我們一般都要經過中醫的辯證論治 這樣就可以進行觀察 如果知道自己本身的神 可能是有點神虛 需要去進補的話 其實在秋冬季去補神 是否對 秋冬季進行補神是很對的 因為春夏秋冬 冬天和神狀是相對應的 其實我們經常說到會有神虛的情況 但甚麼原因會令我們神虛呢 一般幾個原因 中醫認為先天不灼 還有飲食失節 過多飲用生冷的食物 還有過度疲勞都會引起 其實都有很多原因 所以如果自己本身有以上所說到的症狀 例如經常會勞動、很累 又或者覺得自己的神有問題 就需要補一補 但我們看看病徵 其實神有事的 本身的病徵會是怎樣 以及如果是神虛 神有問題的話 最容易會有甚麼病症產生 一般出現的症狀 都會有一個女士們、男士們都會有 多夜尿、腰酸背痛、傷下肢無力 怕冷等等都會容易引起 容易引起甚麼疾病 一般是以這個被尿道的疾病為主 更容易會引起感冒 經常感冒、哮喘等等都會 但通常如果是年紀比較年輕 可能你說神有問題的情況 就比較少聽 例如年紀大了 開始四、五十歲以上 甚至去到今年期 那些神的問題會特別多出現 其實年齡問題和神的問題 會不會是成正比 都會成正比 一般女士們四十歲之後 神氣就漸虛了 所以來講 神虛的表現都會出現 所以去到上一年紀 就要多些保養身體 令自己可以保持著 那個狀態和健康的狀況 有甚麼方法 當然平時在飲食方面多些注意 也可以喝一些我們介紹的湯水 今天我們介紹的湯水是甚麼呢 今天我們介紹的湯水 還有這個 是 杜仲 桑記生 淮山 豬尾湯 好 我們逐一介紹材料 淮山 有這個補皮腎作用 最主要是健皮益精方面有這個效果 桑記生 還有一個補腎 補抑乾腎 臟筋骨的作用 倒重 都是補乾腎 臟筋骨的效果 比桑記生更加要好 雙結合最好 這個核桃肉 核桃肉 藥食同源 又是食物又是藥材 它都是補腎為主的 是的 另外還有骨方面 我們今次選擇的就是豬尾骨 為甚麼呢 因為通常我們會選瘦肉 或者是豬隻骨 覺得沒那麼肥 為甚麼今次我們會選擇豬尾骨 豬尾骨也有一個補腎和臟筋骨的作用 原來它本身也有一個補腎的功效 所以加起來的話 藥效就可以更加顯著了 我們可以提到 就是剛才我們提到這個杜仲 杜仲加上桑記生的藥效會更加好 但怎樣去選擇一些比較漂亮的杜仲 如果杜仲一般選擇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絲 對,我們觀眾看到像膠水一樣 有很多絲 這樣就為之是好 就漂亮了 那如果聞呢 其實會否聞到有味道 聞一般效果都聞不到 因為它是很清香的木味 像木材味一樣 所以最好就是撕一撕 如果你怕老闆罵 你就拿一塊細細塊去撕一試 就可以選擇漂亮的杜仲 其實都很簡單 另外還有生技生 女士們的一個恩物 任何時候喝都很適合 還有就是這個合桃 合桃通常都是聽老人家說 如果有野料的話 多吃一些合桃或喝多一些合桃湯 就可以有止野料的功效 其實是嗎 是的 合桃有一個補腎的作用 如果腎氣足的野料就會減少 但是有些人不喜歡煲湯 有些人就這樣吃 其實那個功效是否一樣 就這樣吃也可以 但如果結合煲湯的效果會更加好 OK 而且其實都可以多元化地吃 有時候你就這樣吃 有時候就煲湯 可以多一些不同的形態去吃 就會令大家感覺 或者口感上都會好些 好,我們又開始煲湯了 先當然要把豬尾骨出水 出完水就可以先放下去 其實我們要的部分是整條豬尾 還是一圈圈的環節會比較好些 一圈圈放下去也會好些 但煲的效果其實都差不多 差不多而已 最重要是選擇新鮮 如果新鮮的話 基本上那個功效都會出來了 而且味道也會 你自己喝下去也會喝得出來 新鮮的豬肉 或者是豬骨 和你雪藏那些 是完全兩回事 尤其是當你煲湯的時候 好,接著就到淮山了 淮山今次我們用的份量會比較少些 兩塊而已 淮山的功效是甚麼 最主要是健皮抑蒸的作用 好 那一點就已經足夠了 接著就到淮山 淮山似乎都不是太多的份量 不知道 份量是多少 一般淮山的份量 用15克就可以了 15克就足夠了 這個份量都是給一、兩個人喝到 兩至三個人都可以 如果肉材太多便是煲藥 太重味,藥味就不可以了 好,接著就到這個道種了 道種的功效 其實剛才也看過 對於我們的腎也是很好的 好 其實它本身是屬於樹皮之類的 都是樹皮之類的 好,OK 難怪它的木味是非常清香 好,接著就到合桃 好 好,加上去就可以了 那這款湯大幹 我們又要煮多久的時間呢 都是先煮至它滾 再轉文火 煮一個半小時就可以了 一個半小時左右 嗯 好 好 因為剛才我們也看到 那個桑記生會比較碎 如果想它不太碎的話 就是用一個煲湯袋 裝著它 可以 這樣來煮 會比較方便一點 就不需要隔渣 其實喝出來的時候 應該會不會有一點苦澀的味 有一點中藥材的味道 因為如果你說喝湯的話 我們都希望可以是 入口容易一點 如果我說 將這款湯 不如改一改 我們不要用它鹹飲了 我們將它不愛瘦肉 剔除它 加了一些片糖 變成甜飲 可以嗎 可以加紅燥 那些也可以 嗯 是啊 因為桑記生在我心目中 是很好吃的 糖水 是啊 所以有桑記生 不妨可以轉一轉 變成一個甜飲 糖水去喝 其實都可以的 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但是當然 如果本身腎有些問題 如果你說太甜的話 當然也不是太應該 是嗎 清淡為主 如果腎有問題 嗯 其實比如說 看回男士和女士 在這個腎出現問題 或者叫腎虛的情況 其實兩者的表現 或者那個癥狀 會不會有所分別呢 分別 也會有分別 一般 但是它主要來說 都是以怕冷 夜尿頻多 腰酸背痛為主 嗯嗯嗯 所以這也是一個共同的癥狀 但是分開來算 分開來算 一般男士就是 會有一個脫頭髮 那方面比較多見 女士就會越經失調 哦 所以原來 都幾大件事 那個腎對於我們來說 是很重要的 而且如果你說腎虛的話 其實都會引發 其他一些病症的出現 剛才也說過 如果你說腎虛的話 其實都有一些 其他的病症 會引發出來的 所以 注重多些自己保養那個腎 還有呢 亦都是那個年紀 例如開始 年長一點 可以在早點的時間 就開始去保養腎 一般來說 譬如說 多少歲開始 我們要特別注重腎的保養呢 其實如果過了40歲之後 都應該要注重腎臟的保養 嗯嗯嗯 那一般來說 可以吃些甚麼呢 除了我們今天所提供的 譬如 合桃啊 杜仲啊 桑記生之外 一般我們在食療方面 食療方面可以選用 杞子、太子心這些都可以 哦 杞子、太子心都可以 太子心是甚麼功效呢 太子心有一個健脾的功效 健脾之後 它其實都可以補身 因為皮為後天之本 嗯嗯 所以呢 平時多些做這個保健 還有你也可以 沖多些的太子心 太子心配甚麼呢 太子心配杞子都可以 杞子 用來沖茶 嗯 那就可以在辦公室 都可以喝得到 不需要那麼大陣醬 有那麼多的材料 其實小小的 簡簡單單 只要你是著重自己健康的話 都可以有些食料 或者有些飲品 可以幫到大家的 好了 今天我們謝謝程先生 下次我們繼續在聊天 謝謝你 謝謝你 其實最好 真的 謝謝你 真的 真的 我設計